我叫韩爽,我是汉服体验馆的店主 我在这个店里主要做的是汉服造型师的一个工作 客户进门,一个素人穿着日常的服装 那么我们需要先帮他搭配出适合他的汉服 妆容,发型,还有整个的道具都要配起 这就是一个造型师需要做的日常的工作 与一般的造型师和化妆师不同 韩爽告诉记者 汉服造型师必须了解专业的汉服知识 既要分得清汉服的朝代 也要掌握与之搭配的妆容技能 唐大这种特点它就是这种气胸无趣 还有一个谈领 它的特点就是唐大的人更喜欢把下裙上戏 最高的时候甚至维系到业下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这种气胸的情况 当时的人也是以富旺为美 所以这样可能能更好的体现他们的特点和修饰他们的身形 汉服说到底 它也是一个历史比较幽远的一个板块 其实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汉服每一个朝代不同的制式和特点是什么样的 你要搭配不同的朝代有哪种妆容和发型 唐大的妆容不是说穿一个骑胸的裙子就行了 一定要搭配上比如说有桃花装 然后有一些面眼有花店等等 韩爽说其实许多进店体验汉服的客人并不能清晰地辨别造型是否考究 但让他们从原汁原味的汉服造型中体会汉文化之美 是韩爽作为一名汉服造型师的使命 也是他入行的初衷 做这件事情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感 就是要过来的客户能够跟你的沟通中去了解自己穿着的这件衣服是什么样的知识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他们去了解中国的汉服原来有更多的历史和更有魅力的这样的地方 会对这个汉民族的文化有一个助推 他们会愿意学习把这些美传承下去 为了保持严谨性和专业度 在入行之前 韩爽曾用一年多时间从书籍和网络课程上了解汉服的历史知识 不过在他看来汉服造型并不是一味的考古 而是在保留汉服元素和传统制式的前提下进行创新 让更多人对汉服产生兴趣 我穿的这个可能是有一点欧根沙的感觉 那么这个感觉呢是和现代的这种元素进行了一个融合 要符合现代人的思想和这个审美 未来可以有更多这样的方式 让大家对传统文化不怎么感兴趣 但是对现代感兴趣的这些人也能注意到我们的汉服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韩爽说汉服造型师是一个非常新的职业 在他最初决定入行时 身边许多人都不看好 如今虽然开店不足一年 但很爽发现 愿意来了解和体验汉服的人越来越多 就我其实想做这件事的时候 是去年五六月份六七月份 在北京没有一家汉服体验馆 然后全国只有不到十家 今年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体验 就百分之七八十都是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 比如说一两岁的小孩子就是父母带着来的 然后还有六十多岁的老年人 有一些结婚照啊纪念日 他们也愿意来体验 韩爽认为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汉服的流行绝不会是一时的热度 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加入这一行业 挖掘汉服的更多可能性 让更多人体会汉服之美 汉服它是真正中国传统的根上的东西 咱们现在刚刚崛起 对它挖掘还不够深 就一定还有更深的东西 我坚信的还是越来越多的人进来 然后我们的这股势力才能扭成一股神 然后更好的进行传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